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 2024年 1月27日 已經是星期六了 國際巨星施朗那道 原定24和28日 在深圳有一場球賽 當然是表演賽 結果在比賽前一刻 突然宣布 因為身體受傷 取消 結果大批球迷 就在斯朗住的酒店外面包圍他 要求他出來道歉 警察舉起警告 其中有人一度衝破警察的防線 進入酒店裏面 要主辦單位給他一個交代 主辦單位說斯朗受傷了 聽不到球 現在跟他所屬的球會艾納斯 在討論延後賽事 斯朗在記者會上表示 要跟內地的球迷說話 不好意思 足球太多東西我們控制不了 球是完結的 踢了二十多年球 沒有辦法 受傷是沒有避免的 我很難過 也知道你們很難過 但是 做人要有 往好的地方看 比賽是沒有取消的 只是延期 你們太悲觀了 你們看不到斯朗受傷帶來的好處 不過 實際上斯朗是不是真的受傷呢 似乎 外面有另一個說法 就是說 斯朗是不願意 做這個謠前書 現在在說數 因為主辦方 除了請他來踢球之外 還帶領了 很多人在搞直播大課 很多年前 當時朗拿道就被人 受邀去中國表演 然後 無端就跟金桑子合影 沒多久就變成了金桑子代言人 被那個女人困了 不僅如此 大陸有很多那些假廣告 就把朗拿道放進去 拍了一張照 跟著就套進去 做甚麼呢 賣壯洋藥 很多 以朗拿道為名的壯洋藥 就應雲而身 什麼都有的 總之跟朗拿道有關的東西 全部都開來賣廣告 根本就是全部都是假的 好了 結果我們看回這場 拒絕落場的原因 是什麼原因呢 原來 主辦方 安排了幾百個直播帶貨的KOL 出席了滿熱 搞到斯朗 很不滿 無端端就幫你們帶火 變成了整個 做生意的起動大會 斯朗現在效力沙特阿拉伯 尼雅德勝利 早前應邀訪問 中國 本身打算有兩場表演賽 一場是24日 星期三一場是星期日 即明天28日 兩場表演賽的對手是上海新花 和浙江隊 但是 第一場打算開賽不夠24小時 他就說 兩場比賽也要取消 因為斯朗受傷 斯朗受傷就讓其他人上去 斯朗不斷 出來涼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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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提到斯朗的小腿肌肉輕微受傷 作為38歲的老將 身體有傷很自然 主辦方 之前說 一定行 沒問題 所以大批球迷才買票 換票最高價格到了4580元 說得明是表演賽 沒人會期望他出來拼命 出來涼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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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球迷很激動的就是 他們買了票之後 主辦方當時承諾是全額退票的 但是當然也有人不滿意 覺得我們要看思浪 很多球迷由大江南北過來 交通 食宿 住宿 又要花很多錢 你臨時 又說不行 又說不踢 過千個球迷 湧入深圳文華東方酒店 要求主辦方交代 出來道歉 更加有人衝破警方防線 闖入酒店大堂抗議 深圳即時派警察去 緊急增援 有沒有射催淚彈 噴胡椒噴霧 亂棍的那些人 用橡膠子彈 沒有的 我們看看這場風波 中國新聞週刊 報導內幕消息 就說事件涉及利雅德勝利 即是艾納斯 底部之後 發覺很多事情是令斯朗不開心的事情 事源主辦方長相傳媒 給了1100萬美金做出場費 邀請球隊來踢兩場球 刷新了中國 邀約 外隊最高身價紀錄 比較美斯 美斯當年 去年6月 全隊 未去中國 比賽 都是 500萬出場費 亞根廷國家隊 給了天價出場費 主辦方 當然是要想想想 只是靠賣票贊助電視轉播 是回不了本的 唯有 他們有另外一個算盤 就是搞直播大課 星期一 歡迎晚宴上 主辦方延開過百席 以私朗 私人見面會的名義 向直播網紅 帶貨的網紅 銷售座位 原來每個要12萬 結果賣光了 座無虛席 一圍12個就是144萬 一圍多少 一圍多少 中國新聞周刊說 網紅花了錢給入場費之後 利用直播方式獲取利益 在整個晚宴之中 私朗拿到 每天都要簽名 合照 搞直播 每個人 都看到私朗 從抖音B站等 網上的平台 就看到了 私朗就黑了臉 非常之不耐煩 最後 他就提早離場 但是 遭到大批的網紅 攔截倒路 令到他 他根本就沒有辦法脫身 擺脫不了這些人的纏妖 你想想想 整個百位 每位有12個 那裏有過千個網紅 每個都抓住他 每個都說要陷影 要拍照 他 即時成為了人欲 報警版 主辦方這次 打算一拋翻身 一拋翻本 1100美元 他現在 為了7000多萬人民幣 是不是 給了那麼多錢出來 怎麼翻身 怎麼翻本 除了門票收益 贊助電視傳播 就是在網紅見面會 私人見面會 撤了一億 好了 大家知道大陸賺錢從來都是這樣的 他 怪羊頭賣狗肉的 因為斯朗其實很 注重自己的形象 在歐洲國家盃記者會上 他看到桌面 放了贊助商可可可樂的兩瓶汽水 結果在全世界直播之下 很不避免把兩瓶汽水拿走 換了一瓶清水 你想想 連可可樂也不怕得罪 這次 可以說被這家 大陸公司過了一棟 還有 這些促銷了很多的古靈精怪狗之鰭的東西 餘製菜 壯洋藥 白酒 所以 他就覺得他基本上是受騙 他連可樂也接受不了 當時有個不知哪個網紅 說他私樂請他家吃飯 結果 慘到吃了甚麼 吃了水果 吃了不知一個水果還是一隻椒 喝了一瓶清水 汽水走甚麼都沒有 只有清水 然後 就要不斷逼他做運動 他家製作客那天 整個下週被施朗拿奴折磨了整個下週 他說這一輩子也不會再去他家吃飯 我們再看看 長信傳媒 主辦方長信傳媒有大陸導演郭靖宇 創辦 主要業務是製作影視節目和演唱會 但是其實是沒有任何 扮演體育賽事的經驗 而這次風波之後 很多球迷質疑他們 只在炒作賺錢 完全沒有誠意辦好一場球賽 不單止令到大批斯朗的粉絲失望 還損害中國體壇對外形象 實際上你們也不用多說 中國體壇根本就沒有形象 除了老千 除了打架 只是賺錢 主要是騙錢 這次主要是直播大貨 是完全瘋狂 因為斯朗 能吸到人眼球 每個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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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斯朗都看 12萬 這些網紅得超過12萬 原因就是他那邊 中間可以買很多貨 做很大的流量 結果 結果一天之間創造了可能是超過百億的 因為你想想 網紅只給了一億多億的網入場費 那麼他們 那麼多個成千的網紅賣東西 賣回一百億怎麼賺本呢 他們公司要給佣金 給錢的賺 所以 中國 直播大貨的市場 其實是很大很大 好 這次 可以說是真的一場鬧劇 人人帶貨 誰給錢呢 大家也知道 實際上 最終 市場就會飽和 而且現在人人都沒有錢 短時間你可以創造了一些收益出來 例如現在還有錢追星 追網紅 或者 追足球 球迷 一定是中產 身上的錢 現在只能做這些人生意 打這些人注意 因為失業率太高 大陸經濟太差 他說這場球真的延期 什麼時候再赤呢 不知道 可能 357年之後才來也未定 因為他也沒有答應 根本就覺得被你過了一棟 被你利用了 不甘受辱 不甘受騙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因為我們沒有直播大貨 也沒有賣東西 也收不到捐款 因為戶口被封了 大家只能夠透過Patreon 以及幫我們欣賞廣告支持我們 當然啦 還有VPN 當然是 我們可以賺到很少少的賺取 你買多數美金 或者買 也很少錢 但我們希望 即少成多 謝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c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 PIA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ckshar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rk的VPN 選擇是 SURFSHARK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是 十分之快的 第二 Shac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訊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你個人訊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理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rk 不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 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但是我做了一個人的選擇 先請看 有一個人的選擇 我選擇 你選擇 我選擇 你選擇 你選擇